记者沈佩聊台北报道,台北市议会第十二届第八次定计大会今开议,也是北市长柯文哲任内最后一次施政报告,蓝绿议员不满科市府施政表现,轮番杯隔超过一个小时,却因台北农产公司总经理吴殷宁是否应到议会大会被询,引发蓝绿议员针锋相对,场面一度火爆。 对此,新党议员陈彦博表示,他认为只要有公股的公司,都应该要来背询,包括接受市府补助的团体,若议员认为有问题就应该要来话锋一转。 陈彦博指出,市府力推西区和东区门户计划,但东区门户计划把所有重点放在南港,结果大安区顶好市场一带。 过去餐厅,府市店邻里,现在几乎都关门大吉,市府有看到该区现在有多萧条吗? 陈彦博不满批市府重东西,清南北,南区的三猫计划没有下文,北区迪士林,北投要发展什么也没有计划,规划了一堆公宅,但交通问题没有解决。 柯文哲应该要当个全台北市的市长,不能偏心北市议员减舒培直言,今年是选举年,无阴影就是个大家都想要消费的政治工具,光是站在背询台就有画面,但应该要回归柯文哲最讲求的SOP。 一,台北市政府投资事业管理监督自治条例九条,市政府资本额未超过50%之投资事业,其总经理或董事长如系本府股权代表,经市议会邀请应列席报告,如二者均非市政府股权代表,由市政府指派股权代表一人列席报告,减舒培只自己查过资料,过去被农总经理都没有来议会报告, 结果柯市府任那两个被农总经理韩国瑜,吴因宁都来了,为什么让两个应该要经营市场的总经理,来议会当政治小丑,来成就你自己,这很不应该,市议员王洪威认为,不能批评愿意来接受被询的人,就是政客,例如悠悠卡公司董事长林湘凯过去也多次到议会被询,即使民进党主席,总统蔡英文, 下令协助政治攻防,但吴因宁不应该用任何政治理由或政治算计就不来,尤其现在甚至连议员所资都不提供,所有议员应共同捍卫议员的质询和监督权力, 议长吴比诸总结表示,虽然台北市政府投资事业管理监督自治条例明确规范,但图法不足以自行,所以议会有前规则,相关官员及相关人员到议会被询,才能接受议会监督, 用惯例弥补法律不足之处对于柯文哲常识言,吴比诸表示,他感受良心,曾拜托柯文哲不管身在何处,一定要好好管住自己嘴巴, 强调议会绝对不会有炸弹,议会监督市府,人民监督议会,组成一个循环,当市长不尊重议会, 就是不尊重市民,跟种不种没有连贯性。